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晚安 欢迎来到我们的饭后茶语 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一个理财达人 是我们的理财部门的总监 Joseph 跟大家说个嗨吧 喂 你好 各位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 比较特别的一个term 一个新的名词 什么叫做private lending 私人借贷 这样子 如果你记得的话 在2008年 我们美国有一个实际上 是影响到全世界 叫做Leven Brothers Subprime Crisis 就是次贷危机 他这个情形怎么样呢 我那时候在银行 所以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在2006年的时候 那个President Bush 他呢 小布希 他那个时候有一个理想 就是说要人皆有屋 他说每个人都要有房子 所以呢 他就叫那个银行 还有那个借贷公司 他说我们现在 我们一般来要贷款了 有个房子 如果房子是100万的话 你需要放40%嘛 对不对 Done Payment嘛 他说不要20% 甚至有10% 所以呢就是说 他说你让人家10% 你贷款90% 90% 所以呢有很多人 他是 比如他要买个房子50万 只要放5万块就可以了 那这些人就说 那这样子很好 那我干脆买个100万房子 我只要放10万块 我可以买100万房子 其实他不应该买100万房子 所以就有很多这种 弄啊 就是很危险 这些人他可能到后来 或者是利息上去的 或者他 什么原因 他付不出来了 所以银行也很 也很知道 这个这些弄就是很危险的弄 所以Lemon Brother 就说我把你们这些弄拿给我 我帮你们包装 包装以后 次贷出去 然后把他切了一块一块 然后人家投资人就是买他一块一块 所以这些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后来就出了问题 那么就需要银行 后来还是银行的问题嘛 那银行呢 那些客人他客人说 我这个房子 我实际上 我只放了10万 你现在要我再拿90万呢 不可能 他就说我放弃了 那么这个银行的话 拿了一大堆房子 那怎么办 那都没有办法乱嘛 所以呢他就是要纾困 那政府呢 他就说好你这样子 我呢 我也不会给你 给你那个90万嘛 你这样子我用50万 那我去借贷给你 你两年之内你还给我 所以那银行他在两年之内 他就慢慢的把这房子卖掉 然后再还回来 这就是叫做private lending 那他所谓的private lending 他就是政府 他出了50万 然后呢 让你去纾困 那么现在 我们所谓的private lending 这种business 就是说 譬如有一个人 他竟然有一个100万的房子 我们帮他去appraisal 就是100万 他也付清了 但是他现在临时 他可能需要50万 他想要借 但是你想到现在 虽然银行利息低 3%到4% 但是不是那么快就可以借到 现在银行 他是放钱 放得很仔细 我最近我自己要做一个hila 我想要 衣会帝贷款 已经全部都弄完了 他说 4到6个月以后才能拿好钱 所以呢有的人他说 我现在马上就要拿钱 我也是短期 我想借两三年而已 那么我们 就帮他找一些 譬如说另外有些客人 他说我现在钱 放在银行里面 只有一点多个利息嘛 那放到股市 现在股市老实讲起来 也是上下下 那么我希望有个稳定的回收 那么如果是 我今天放50万 他给我5到6%一年的回收 只有两三年 其实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投资 为什么 你今天就算是两三年以后 如果是他这个人 他拿不出50万还你 你今天一个100万的房子 你要两年 要能够跌到50万也不容易嘛 那如果真的发生那个事情 当然如果到两年了 那客人他说 好我先把50还你 那就结束很高兴啊 我投资50万 一年拿5到6%回收 结束了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就能比如说 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卖掉 卖了70万 那我们还是50万还是 还给你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叫做private lending 所以这人借贷 其实是一种 不是最新的东西 不过它是一个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 教育的概念 而且它好像跟这个 银行借贷有不同之处 对 是能跟我们说一下 那它是不是有跟银行借贷有什么不同之处 首先我要给你强调 我刚介绍就是说 这是一个 为什么你连 美国政府都愿意这样做 所以这个很安全的 不要认为说是不安全的 另外 银行 它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借贷 你不是那么快就通过嘛 我刚讲 我们 因为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们范语 我们主要是因为是 我们有 我们的借贷部门 我们有我们的 real estate 部门 房地产部门 我们有投资部门 我们三个联合在一起做 我们一般来讲 两个礼拜就可以 如果是有这个 我们帮你凑合 有的人愿意把他 那个这个一百万的房子 局地啊 要借五十万 我们拿着 我们投资人 他愿意这样做 我们帮他凑合 如果是 资料都拿全的话 他们两个礼拜就可以通过 所以 怎么怎么讲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帮客人 在短期能够解决 他那个要 需要钱的问题 我们帮我们一些客人 比如像退休金 他今天 他需要这个 要希望能够安定 同时能够有成长 这是非常好的投资 比你投资在前方的银行 帮你投资在那个 那个股票市场 都要安全嘛 而且很短短 其实就两年 并不是很长 那么你会五六个百分之 所以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哇 所以从您这个介绍说 这个投资 其实是一个短期投资 是一个很好很安全的方式 那有没有什么样 应该具备的条件 如果您要做这个投资的话 讲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 你做这种投资 政府有规定 你的投资的人 一定要符合一个条件 他是accredited investor 就是说 你是要一个 够资格的投资 怎么讲呢 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薪水 你要二十万 如果是夫妻两个人 家庭薪水要三十万以上 你如果是另外 如果你另外的话 就看你的资产 你资产资得还要一百万 就是说除了你的房子 自己住这房子 其他的资产 就是可以流动的资产 需要一百万以上 才符合资格 所以做这种 投资方面的人 要有这种的资格 才能够去做这种投资 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也了解到 在这个private lending 是一个投资的 一个选择之外 其实我们因为 这个集团的 非常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具备 各种专业人才的部门 其实也可以帮客人 在做你整体的 财务规划的 这个部分 帮您把private lending 算上去一个 规划的部分 是这样的概念吗 你太聪明了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的嘉宾 Joseph 来到我们的现场 做客 我们的饭后茶余 并且跟我们讲解清楚了 这个private lending 私人借贷的观念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如果您有需要 欢迎跟我们联系